俄最新坦克装备越南,对中共背后捅刀,俄罗斯T-90坦克,AFP俄罗斯媒体披露,越南采购俄罗斯T-90坦克以大步交付中国军事网站评论说,这种坦克仍武力对抗。 中国的99A坦克俄罗斯,在向越南不断提供最先进战斗机、防空导弹系统和军舰、潜艇等空军、海军武器装备,之后又开始武装越南陆军提高其战力评论称,莫斯科丝毫没有考虑曾同越南发生过边境战争,至今仍同越南存在南海领海争端的北京的感受。 俄罗斯新闻社11月6日引述隶属于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的俄罗斯技术公司官员维克多克拉多夫的消息称,向越南陆军提供的T-90S和T-90SK两款最新试感进行坦克的交付工作已经完成了大部分。 俄官员透露说在2016年签署的协议中,俄向越南提供的64辆T-90坦克中的大部分已经运抵越南并完成了卸货任务。 中国新浪军事网站,11月25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为,越南购俄T-90欲部署北方实战或撑不过5分钟文章评论说,越南引进俄罗斯先进坦克的目的,是为了升级自己大量老旧的坦克。 越南陆军的很多坦克,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装备,但其微弱国力导致他们只能少量采购充充能免中国军事网站的评论,说,越南把构自俄罗斯的T-90先进坦克布置在北方地区其针对性是很明确的,但这样做,真的能提高其陆军作战能力吗? 更多可能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和对陆军装备,现代化做的一种姿态而已,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对抗中国更先进的99A坦克越军这批坦克,如果真的面临战火,恐怕撑不到5分钟与此同时,中国很多军迷网友,在留言中指责俄罗斯,在高喊中俄友好的同时,向同中国有争端的越南, 大量提供先进武器装备,是背后统刀的行为对于这个问题。 一些俄罗斯专家评论,认为莫斯科同时向中国和越南提供武器,并不会导致双方冲突升级俄罗斯历史学博士,俄亚太问题研究中心专家维克多·苏姆斯基对此评论说, 中国和越南之间是斗而不破的关系,中国和越南之间的确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但我们不要忘了,这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仅存的少数几个一旦冲突过头。 任何一方的社会制度的变化,都会对另一方的社会制度,带来致命的冲击。 据俄罗斯红星网透露,俄罗斯在2018年的武器出口额,将不少于去年的134亿美元进口俄罗斯武器的大户式中国,进口了S400防空导弹系统和苏道35战斗机,其次是引进卡226直升机许可证生产的易度。 此外还有缅甸的苏道30战斗机和越南的T90坦克的进口。